以及它的悠久的历史 是大家都广泛认可的 那么你刚才谈到这个A派克 中方的期待 我想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当然中方是期待A派克呢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视角 第一呢是首先从拉美的视角 因为A派克呢再次在秘鲁举行 事实上也是A派克从回拉美地区 来讲我们希望这个A派克经济体 和这个拉美的伙伴 进一步的加强经贸的合作 那么实现太平洋两岸的互联互通 也推进了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上一个更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希望无论从拉美的视角 从秘鲁的视角 从这个A派克的具体议题几个方面 都取得成功 那么我作为中国驻秘鲁的大使呢 我尤其希望这个本届 A派克会议留下深刻的 那么对于秘鲁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个铁路地铁 水电 包括这个金融 等各个方面 中国的企业呢都是很有兴趣 那么在这方面我还想特别再谈一点 就是关于两岸铁路 那么两岸铁路呢是巴西 秘鲁和中国 三国政府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决策 秘鲁呢已经有不少大的项目 比方说像这个中铝的Tromotio 像五矿的Lasbambas 像这个手钢 币铁 中石油等等 那么首先我想说的是 这些项目 它目前进展良好 像这个五矿的Lasbambas呢 刚刚这个今年的月份 刚刚打产 所以这个项目 它的平稳运行 那么这个效应呢 不是五年 不是十年 会是二十年 甚至更长 我注意到 秘鲁现在每年的游客呢 大约是三百万 那么中国现在每年出境的人数呢 是一个亿 那么我想呢 如果这个一个亿当中 拿出百分之一来 就是一百万 我们目前呢 正在和秘鲁的外交部探讨 来签署呢 签证便利化的协议 以便呢 使中国的游客 可以很容易地获得秘鲁的签证 来到他们所向往的秘鲁来